日本核灾敲响了全球警钟 大家开始思考核能安全 我们的下一则报道要看的 也就是德国 它在日本核灾之后 第一个宣布要全面废核 但您看看这样的数据 23%这个数据是德国核能的发电比例 官方宣布说2022年 也就是10年之后就要全面废核了 那么这23%的电力该从哪里来 如何补充呢 靠的就是再生能源 我们的记者吴志宜和杨俊廷 远赴德国柏林的采访报道 旅行是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途径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带您在环保大国 德国便宜一趟由再生能源 串起的绿色旅程 我们的第一站就从首都柏林开始 这也是德国国会大厦 每天都有大批的观光客排队 等着进入参观 因为德国政府带头示范 让耗能的政府机关变身绿建筑 德国的再生能源政策 始于1974年的石油危机 接着1986年车诺比核爆 有限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安全 让德国政府有所警惕 得要有独立的电力来源 经过近30年的催生 终于在2000年完成立法 政府的用心在工领域 就看得到能源政策的落实 透过今天的反射 阳光可以照进 位在下方的国会殿堂 2000年一项重要的法案在此通过 就是德国的再生能源法 这个法案就是改变德国的能源政策 当时德国再生能源发电量 只占总发电的6% 德国议会没有化地自现 大胆订定2010年的 再生能源发电比 要加倍到12% 结果2008年 就已经提前超越目标了 2020年 他们的目标是40% 2050年要100%使用再生能源 立法明定目标 展现德国政府 推动再生能源的决心 不过德国执政党 仍然认为核电 是重要的电力来源 所以2010年总理梅克 通过了核电厂延长使用的法案 当时并未引起强烈的兵役反弹 直到日本爆发核灾 德国民众的反核意识 就像瞬间点燃 一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反核活动 创下德国反核史上 为国最大级 民众的诉求只有一个 就像政府放弃河南 面对民意 德国政府的回应也很快速 日本核灾后第三天 梅克才宣布通过的核电厂延长使用计划 宣告暂停 隔天关闭8座 营运30年以上的老旧核电厂 一期间德国丧失了10%的电力 两个月后梅克更宣布 10年后要再关闭 德国剩余的9座核电厂 2022年全面飞核 2022年全面飞行 人们很感激 这些记忆还存在 很多人记得了 Chernobyl 或他们说到他们的孩子 所以他们听到他们的孩子 然后他们看了什么在福西 他们看了电视频 他们看了别人说 在喝水 我们不在买草 如果他们安全 这些记忆回来 德國的電力來源 再生能源佔了20% 相較之下 台灣99.39%的能源依賴進口 應該更重視再生能源的發展 但我們的再生能源比 連1%都不到 台灣的能源立法 只有2009年制定的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它參考了正式德國的 再生能源法 卻少了德國的執行力 我們要不要定一個具體的 很確定的 在哪一年要達到百分之多少的 再生能源供給的這個目標 那德國這個部分是很清楚的 在他們法律裡面 用法律的方式就明定了 德國為了環保 從法令開始建構 在積極的發展 取代核能的替代能源 除了政府帶頭 市井小民 也形成一股強大的覺醒力量 並且又行動付諸世界 德國政府宣布廢核之後 國內的媒體持續的關注廢核議題 還有包括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 等再生能源的議題 其中最顯著的影響 就是2011年第二季 國內生產毛兒GDP的發展 幾乎停滯 儘管如此 德國仍然有高達80%的民眾 反對核能 究竟廢核對一般民眾 還有企業的影響為何 明天我們繼續帶您 從不同觀點來看能源議題 reflex mira кор陸 每omet人到達 均勒 很